好 继第一个短片 来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问 我呢 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呢 我想找一个比较外向的 这样呢 两个人性格可以互补一些 我是一个喜欢浪漫的人 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情趣一点 我做完饭了 我希望他能说真好吃 即使不好吃也得说一句嘛 但是我的前男友就特别耿直 就说不好吃 我觉得这样太上知尊心 我呢 比较喜欢浪漫的 但是呢 我接受不了 说话比较肉麻的 比如说我喜欢你呀之类的 那样会觉得鸡皮疙瘩地掉一地 但是我以后不想找有正式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朝九晚五那样太辛苦了 没有时间陪家里人 最好是以后能自己做点小买卖的 如果我们牵手成功了的话 有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得听我的 我呢 有一个认识好多年的男闺蜜 这次来全城热恋报名 也是他陪我一起来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接受我 必须接受我的男闺蜜 九号高副主任 短片看老妹说 老妹那个喜欢找个有情调的 就之前前男友没有情调 我之前就特别有情调的一个人 因为在我高中那会儿 就是我追我一个女朋友嘛 我说怎么追呢 我就是把那个过年放那个二踢脚子 我绑全身绑 就是用那个麻袋绳 一圈圈绑 全副武装起来你知道吧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跟我出对线呢 你还是选择去死 咱俩一起去死 然后我就给环一解开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还没活够呢 完了被我就深深地抱在了怀里 那会儿是咋的 就我同桌就跟我打赌 他说如果你追上他 我买了一千响的小羊鞭 拿个小棍在咱们那个楼窗户上 我点着然后他放 我们是三楼嘛 他就点了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响 完了给我们老师主任 校长都扔往半年了 后期对学校影响比较恶劣 给我妈一周叫去三次 开家长会批斗我 有情调不 这个我感觉是不浪漫 就是听着惊险又刺激 跟你出去对象 感觉整不好命都没了 1号 伯爵 美女你好 我想问一下 假如说这个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男朋友非常介意这个闺蜜 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闺蜜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我不能就是放弃过闺蜜 我认为有句话说得好吗 说只要功夫是人铁杵不成人 只要铜头挥得好 他没有墙角挖不倒 我就怕哪天你让跑没了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你的菜 你永远都不会爱 再见 13号 李杨杨 你跟男闺蜜一起报的名是吧 他陪我报名 来没来呀 没来呀 咋的了 你这表情好复杂呀 你担心的是啥呀 担心的是来的 你可能男闺蜜喜欢你的 对不对 就有这种可能性 有啊 不保证 你看你都承认了 你承认了 你都承认了 你承认我还说啥呢 我有啥说的了 这画牙子都已经顶死了 憋死牛憋死了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你呢 他跟我说了 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几年了 大概有15年了 那从什么时候 就是他跟你说他喜欢你的 大概是 几年前 两年前吧 两年前 对 我就觉得我们不合适啊 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然后你 就这样 他还依然这么对你好 是吗 他就是拿正常的朋友 那种态度来对我 没有那种特别的那样事的 他有女朋友吗 他目前还没有 他跟你这四五年 是跟你闺蜜的这个状态当中 他有女朋友过吗 没有 其实有好多小伙子 他们担心的这个 还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没有什么 因为你对他没有感觉 但是他是一直对你好 他喜欢你 他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你 然后呢体贴着你 你的男朋友 一定会觉得 他是一个定时炸弹 或者是一个隐形炸弹的 对吧 所以要是有男朋友的话 还是应该考虑到这个关系 12号 马洪玉 那个女孩如果说 你的男闺蜜真的喜欢你的话 你可以选择考虑一下的 因为呢 我也是有女闺蜜的 我俩关系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就是说 根本就不可能恋爱 好到那种程度 就是说 熟到不能太熟了 不好意思下手 他喜欢你吗 应该不是 我俩中间应该没有那种喜欢的感觉 因为 咱俩报名的时候 就是说 他帮我报的名 现在都是这样吗 都是闺蜜陪着来 这男闺蜜陪着姑娘来报名 那边是女闺蜜给你报的名 是吗 他帮我报的名 我同一次听说 你跟女闺蜜 说我跟我的女闺蜜好到 我们两个都不可能谈恋爱 但是就是非常坦然的 就是说 我觉得我喜欢这种真诚 非常坦然的说 自己有女闺蜜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今天有没有感觉 主要的灭灯点在哪 应该是男闺蜜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 男女朋友和朋友 这样的一个界限 如何这个度 我们自己来把握的问题 也是幸运的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样一个人 肯把你送到这个舞台上来 掌声送给小旭 希望早日找到幸福 好吧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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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给我灭灯了 都是因为我有男鬼秘 然后就给我灭灯了 你赶紧给我澄清一下 我跟小旭俩俩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没什么事儿 为什么要是总感觉是 就是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我们之间有问题的话 那他们就不去参加 评论课的样子 怎么说对不对 我跟小旭俩俩的样子 我跟小旭俩俩的样子 我跟小旭俩俩的样子